从这件事带出另外一个话题, 大家有没有留意中国共产党要庆祝建党100周年, 有个新闻发布会出来, 说我们今年有什麽活动, 好,我不反对的, 大家喜欢的就庆祝,不喜欢的就作逼上观, 无所谓的这个世界, 你是执政党有权的,我完全不反对这些, 我只不过是从他的那个庆祝活动裡面看到一点, 你怎样歌颂共产党,没有坏的我觉得, 因为你是执政的,你的历史是怎样写来讲, 很可能会以后有另一个不同的版本, 这个是后话我们暂时不理的, 我只是看到一点, 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今次的庆祝裡面来讲, 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, 就是说高调宣布不会阅兵的, 阅兵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象征, 因为你阅兵是显示军队对你的忠诚的一个标志, 过去是曾经试过很多时候, 透过阅兵来强调习近平在党裡面的独一无二地位, 为什麽今次一百周年不阅兵呢? 好了,这裡就说明另外两个问题了, 第一个很现实的这个问题, 就是没有钱,或者钱不够, 或者钱不应该回到阅兵那裡, 你以为阅一次兵很少钱吗? 你说那些武器、坦克车、导弹, 弄出来在长安大街那麽走, 大家知不知每一次都要首先将长安大街裡面的地方加固, 硬过了之后那些坦克车,硬过了之后破坏的, 你又要重收,你单单的钱都不知多多, 你还搞个那麽大型的。 而你一百周年党兴,如果你阅兵, 不可以找些旧货出来的, 你一定要做些新东西的,是吧? 所以在现在中国经济其实是越来越紧缺, 我过去都讲过大家怎麽看这些现象的。 所以它如果有钱就没有问题了, 如果没有钱或者不够钱的情况, 你还搞大型阅兵, 老百姓自己会感觉到的,是吧? 还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是人民币1000元以下的, 你用整体GDP超过1万美元来掩盖, 但是你是掩盖不了大家老百姓的感觉的。 所以你还去阅兵,其实是自己傻的,是吧? 好了,跟着不阅兵另外一个原因, 就是明不正言不顺,老实说, 过去是国庆才阅兵而已。 好了,习近平上台之后, 有两次较大规模的阅兵, 第一次就是抗战70周年。 那次老实说,大家都觉得是明不正言不顺, 不过你执政,你又是军委主席, 你要搞,没有人阻到你而已。 因为抗战70周年, 大家从历史,不是共产党所讲的共产党是中流底柱, 而整个是当时以国民党、以中华民国为主的, 一个抗战的力量,共产党有帮手, 但是不是主力,也不是抗战14年。 共产党当时自己都讲八年抗战而已, 现在是修改历史的需要而已。 所以你在抗战70周年裡面去阅兵, 大家那时候已经觉得明不正言不顺, 习近平觉得我要趁这个机会来巩固他的军队裡面的地位, 同时当时宣布财军30万的, 这些向国际显示中国爱好和平等等。 但是你讲到意义来讲, 或者目的来讲,大家都觉得不是那么强,此其一。 好了,到另外一次是什麽呢? 就是在军事基地朱日和内蒙那裡, 当时也是很大规模的, 整个万人阅兵的。 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一个来讲, 你是要牢牢显示党指挥枪而已。 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, 中外矛盾又那麽强,中国经济又不行, 那个时候裡面花那麽多钱去阅兵, 内外都不会叫好的,所以就不搞了。 这个我反过来觉得非常理智的。 一百周年的党庆里面又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麽呢? 就是将会颁发七一的勋章, 即是7月1日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, 以后每年都有的。 这一个大家看到很正常或者很一般的事例, 中国已经有八一勋章,其他很多勋章都有了。 为什麽又值得拿出来讲呢? 因为这个七一勋章很少,过去好像没有的。 跟着现在,你看看七一勋章的门栏是怎样的。 门栏是很高的,高到怎样呢? 它其中一个要求, 就是说他们是要获奖的人、获授分的人, 是要创造宝贵的精神财富。 创造宝贵的精神财富? 这个是很高的要求来的。 你看看毛泽东思想可以是, 邓小平理论可以是, 如果你再看的就是江泽民三个代表,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官, 这些你又去到一个传闻的阶段, 你才可以创造精神财富。 所以这个能够受分的人是相当少的, 但是按照中国自己本身的规矩也好, 条例也好来讲, 就讲到明新切的勋章, 就一般不会颁给在这一个勋章设立之前的人来的, 即是不会去追加的。 换句话说, 毛泽东、邓小平应该就拿不到, 除非你又改变, 以前很多的我都会给回, 用他们来辐射今日的领导层, 除非你这样, 这又是另外一种输打赢要。 如果不是,就是毛泽东、邓小平都拿不到这一个七一勋章了。 跟着再细的, 在细的江泽民、胡锦涛, 大家会想他们已经不执政了, 但你都可以解释, 他们现在仍然发挥一种精神力量, 所以有精神创造精神财富, 你都可以给一个他。 但是,其实这裡巧妙的地方在于, 江泽民、胡锦涛、两位前领导人, 如果你们是想拿到这个勋章的, 你是不是要在现在对习核心的表态上面, 你多做些事。 如果不是, 给不给这个勋章,两位前领导人在山的呢? 他的权在习近平上,大家看看。 这些来讲就是政治如何發酵的作用了。 如果讲得, 又是合理的, 就是他现在没有讲过轮选机制是怎样的, 到最后,可不可能是习近平自己有七一分章呢? 我不知道, 这个只是随便大家联想而已。 因为他在世, 他又很快将习思想写入党章, 习核心很快的, 你说有没有精神财富的创造呢? 在他们眼中当然有了, 是吧?强国强民。 这裡大家, 其实政治發酵作用就是, 它作为一个政治表态或政治定性压力的关卡, 然后等你其他人, 你拿不到七一,你不是很多人拿到的, 七一分章。 你其他人要拿分章, 是现在习核心对你一个肯定, 你就要更加营取在习核心周围了。 这个就是这样显展的道理。 跟着我刚才讲, 它公开的文字定的门栏已经很高, 但是还有一个口头门栏, 就是在一个记者会裡面, 他们用口头去显示出来, 这个七一分章如果拿到的人, 他必须要是强化、支持、执行, 四个自信, 跟着还有四种意识, 还有两个维护, 你做到就会给你了。 究竟是什麽来的? 因为大家如果平时不理这些共产党术语, 就只是觉得它是走过场, 但是刚才讲的全部是习近平提出来的。 跟着最紧要是两个维护, 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, 维护核心的领导。 你要达到这些口头上的要求, 你才可以有七一的分章, 那便是难逆登天了。 所以这一个是制造一个政治张力, 然后内部凝聚, 很久在外面制造好像被人欺负的感觉, 然后激起国内的民粹主义小粉红的反弹。 到最后一个目标, 就是巩固习近平的领导, 跟着在二十大裡面让他继续连任下去。 答案就是这麽简单。 所以我不否定你有权这样做的, 问题是你这样做之后得出的结果, 其实已经在破坏与欧洲关係, 如果控制不好, 是引到国内的民粹主义在国内社会稳定上造成破坏, 你已经是出现了这个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的效果了。 去到这样的时候来讲, 不需要我评价, 我看到之后我只是点出一些关键位, 最后演变的结果是怎样呢? 官方自己是最有控制权的。 问题是它自己控制成怎样了? 老百姓自己也有自己的分别了。 所以讲完这麽多之后, 大家便会看到, 原来每日的动态新闻, 裡面背后都看到那麽多东西。 还要看中国问题, 是要一个时间的对比, 跟过去比较,跟现在比较。 所谓调快分割法,有中,即是由上至下的, 时空上面的比较, 亦都有横,即是跟其他现在国际环境等等的比较。 这些可能会看到比较全面的真相。 我不懂事的, 我只不过是胡说一些方法出来, 大家自己去判断。 好了,今天时间差不多了,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,拜拜。